即时新闻传递投资看点分析 欢迎来到视野环球财经 美联储宣布降息100个基点加7000亿的QE 华尔街不买账 七指熔断 关注三只大盘股 那么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 在周一亚式早盘美联储紧急降息的消息 那么美联储是紧急降息100个基点至零 并且重启了QE 推出了7000亿美元的量化宽松计划 根据美联储称 公共卫生事件 已经给包括美国在内的很多国家的社会和经济 造成了损害 为了应对疫情的影响 美联储从15号起降息至零 并且推出7000亿美元的量化宽松计划 这个也是本月美联储的第二次降息 3月3号我们知道 美联储是突然下调了基准利率50个基点 到1%至1.25%的水平 那么同时下调了超额准备金利率 50个基点至1.1的水平 那么美联储在周日的100点的降息 大家要关注一下 它是美联储历史上最大的单次降息幅度 那么面对高度混乱的金融市场 美联储还将银行的紧急的贷款天线率 也是下调了125个基点 到了0.25%的水平 并将贷款期限延长至90天 那么在美联储再次紧急降息之后的新闻发布会上 鲍威尔宣布说 美国的经济仍然强劲 但疫情在全球的蔓延 使得经济增长面临风险 因此需要及时的采取行动 来支持经济的稳定和增长 鲍威尔表示 疫情可能会令经济活动在一段时间内下降 那么第二季度的经济有可能会变得很弱 预计负利率在美国不会成为合适的政策 那么这句话大家一定要深刻的理解 因为目前市面上不少的分析认为 美国有可能降低至负利率 但是鲍威尔的讲话已经非常明确的说明了 负利率在美国不会成为合适的政策 大家千万不要去误判形式 那么当然在整个的降息的活动中 有一个人他是最为兴奋的 他是谁呢 就是美国总统特朗普 美联储的降息消息 令特朗普还是非常的开心的 他说这个让我非常的高兴 我想祝贺美联储 他们一步就做到了 我认为市场上的人们应该感到非常的兴奋 其实我是特别想问一下咱们的观众朋友 你们感到兴奋吗 但是降息了100个基点 市场是不是真的买账呢 那么华尔街是不是真的买账呢 其实我们不妨去看一看 在今天早上的这个美纸的期货的状况 那么金融市场也是大幅的震荡 早盘的三大股指期货是一度跌至了5%的水平 触发了这个交易限制 就是七指层面的这个小幅的熔断 但是呢说明什么 说明这个降息100个基点呢 在华尔街看来并不买账 那么美联储的紧急的这个降息行为呢 一方面确实啊 我们知道是确实为市场激活了这个流动性 但是他们这种紧急的这种行为啊 使人们对于危机更加的恐慌了 美联储的这个特别激进的动作呢 恰恰的给我们的市场带来了一种 什么样的感觉呢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同感 就是有一种金融这个世界末日的感觉 同时呢 不光是在这个美纸期货的表现上 其实有很多的分析师认为 美联储已经打完了大部分可用的子弹了 所以啊 有一句话要送给大家 天上掉下来再多的钱 也无法治愈这种病毒 只有时间和药物可以 所以大家不要忽略时间带来的影响 特别是在投资活动中啊 大家要紧紧的抓住投资的时间带来的影响 也就是大家要深刻理解市场的振幅 对你的投资行为的影响 说到这儿呢 我们还是来说一说这个投资层面的一些细节的东西 那么在降息之后呢 市场需要去关注哪几个方面的投资机会呢 美元啊 是不是会大幅的贬值 现在抛售美元的时候到了吗 其实呢 根据这个摩根斯丹利的这个 他们的分析啊 说这个金融市场有可能会在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边 去干嘛呢 去抛售这个美元啊 其实我们可以看一看 关于美元指数的这个价格走势就知道了啊 嗯 他们的预计是说 美元指数有可能会跌至95啊 95什么位置呢 就是现在我十字光标所指的这个位置啊 在这个地方是95 那么95是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呢 它是在2020年的3月9号创下的一个 触底反弹的一个支撑位置 而且呢 是在更早的两个月之前的一个触底反弹的支撑位置 整个市场其实每止的爬升啊 就是顺着这个95的这个位置爬上来的啊 大家可以往前看一下 好吧 你看这里也是95对吧 这个地方是2019年的1月9号 所以呢 两个月前也是顺着这个位置爬上来的 那么这个位置就是近期的一个非常关键的支撑位 所以呢 我们从技术图表上也能够非常明显的看出来 一旦跌破了95的关键支撑 那么美指确实可能会出现崩溃式的恐慌啊 所以届时美元有可能会遭遇市场更猛烈的抛售 所以呢这个后果确实有点不堪设想 看美指是不是能守住95的关键的关口 那么与此同时呢 由于出现了这个美指被抛售啊 美元被抛售的情况 我们在市场上存在哪些交易机会呢 市场上大家可能需要去关注一下 澳元对美元以及欧元对美元潜在的做多机会 大家通过技术图表可以去看一看 澳元对美元和欧元对美元的做多机会 好吧 大家可以去这个自行对照一下 寻找一下这个市场在这两个这个外汇交易队上的这个做多的契机 好 那这个整体啊 我们说整体的这个市场在今天早上的这个期值走势不是特别的乐观 那么对于本周周一今天啊 马上美股呢就要开盘了 那么他对于市场上我们需要关注哪些股票呢 我给大家来简单的来说一下啊 本周其实我们需要去关注三支美股的大盘股啊 这三支股票呢是有一些这个相应的一些消息 或者是一些数据对市场会造成一些影响的 首先我们要看一下第一支大盘股就是苹果啊 由于这个公共卫生危机的这个蔓延呢 苹果此前宣布会关闭它在大中华区以外的全球零售商店 同时呢 这家总部位于加州的公司表示 此次涉及关闭的苹果专卖店会一直关闭到3月27号 所以呢 这对于苹果的零售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另外呢 苹果公司的CEO库克呢 在一份刊登于苹果官网的声明中表示 小时工在闭店期间仍会获得报酬 如果工作类别允许 那么苹果的全体员工也都可以选择远程办公 他表示说降低病毒传播风险的最有效的办法呢 就是降低人群密度和扩大社会距离 需要注意的是 苹果在2月份的时候曾经表示过 由于中国的工厂的工作复工 包括工作效率的放缓 还有全球智能手机的需求下降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 已经是影响到了公司的总体的销售额 那么公司呢 预计无法实现3月份的这个收入的预期 那么其实我们可以看一下关于苹果的这个股票 如果我们看一下苹果的股票 能发现其实受到这个公共卫生事件的这个影响 苹果的股价目前已经是和2月份的创纪录的高点 下跌了15% 超过了15% 不过呢这个苹果呢在上周五的时候是反弹大涨了12% 受于277.97美金 但是从目前的盘前啊 马上要周一的这个美股开盘的盘前来看 目前盘前已经是下跌了10个点啊 目前是10.96啊 非常的不乐观 所以今天晚上的美股开盘之后 可能市场又会遭到一轮的学习 所以呢大家要注意一下在交易中的这个风险 好 那么说完了这个苹果 我们再来看一看另外一只这个美股的这个大盘股啊 微软 那么微软的联合创始人呢 现任董事会的成员比尔盖茨啊 在上周五宣布辞职后呢 是导致了这家全球的这个科技互联网巨头公司的股价 有可能会面临比较重的抛压啊 有可能会面临回调的压力 那么现年65岁的这个比尔盖茨呢 是1975年和他的合作伙伴创立的这个微软 并将其已经打造成了全球最大的软件供应商 这个是非常的了不起 而且在过去的几年里边呢 比尔盖茨确实我们也知道 他把很多的个人的经历呢 已经是投入到了慈善活动中 所以他是大大的缩短了 在这个微软 还有这个公司上这个工作的时间和精力 那么在更早一些时候 盖茨发表了一篇文章中宣布了这一决定 他说呢 我已经决定辞去微软和伯克希尔哈萨维服务的 两个公共董事会的职务 将更多的时间呢 会用于慈善事业 包括全球的健康与发展 教育 以及我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投入 那么伯克希尔公司和微软的领导呢 从未如此强大过 所以现在正是我迈出这一步的时候 那么在公告中啊 微软表示说比尔盖茨虽然辞职 但是呢会继续的担任首席执行官萨地亚 和公司其他领导人的技术顾问 所以就是属于这种职位是词了 但是呢还会不是说完全犹豫于公司之外 还是会提供一些技术支持 那么该词同时也表示说 微软将永远是我毕生服务的组成部分 我将继续和技术领导层合作 协助塑造愿景 实现公司更宏伟的目标 那么如果我们来看一下 微软的这个价格走势 微软的这个价格呢 是自二月份的高点以来啊 股价已经下跌了16%之多了 那么这个股票呢 上个星期五的时候是收于158.83美元 在这个反弹中呢 是上涨了14.2% 那么微软呢 其实从总体的这个价格走势来看啊 我们可以看看它的这个日线走势图 能发现它其实是去年表现最好的科技股之一 累计给投资者在去年一年中带来了高达60%的回报 所以微软如果你是在年初啊 去年年初就持有微软的话 现在的收益已经是相当不错的了 所以呢 但是在今天我们说到关于微软 关于这个比尔盖茨的这个辞职 对吧 其实已经给市场也造成了影响 微软目前的在盘前的这个走势呢 已经也是下跌了10%之多啊 和苹果差不多啊 那是难兄难弟好吧 所以也需要这个继续关注今晚是否会有更大的抛压会出现 好 关注完了这个微软之后呢 第三家公司也非常的重要啊 就是联邦快递 那么为什么要关注联邦快递呢 因为联邦快递呢 它是全球最大的快递服务公司快递集团 它呢是计划呀 将于3月17号 也就是周二美股的这个盘后 会公布它2020财年第三季度的这个收益报告 分析师预测称呢 这个公司的美股的盈利预计为1.53美金 营收为169.4亿美元 那么联邦快递的这个财报 它其实比一般的公司呢 都提前了一些啊 提前了至少是一个月 所以是非常受到市场的关注的 快递行业 我们知道它实际上是全球经济的一个情与表 所以联邦快递这份财报呢 有望在当前公共危机蔓延的情况下 为全球经济提供早期的判断指标 实际上我们知道 联邦快递在去年12月公布 第二季度收益的时候 报告的本财年的收益 预估值是低于市场预期的 低于市场预期的 所以整体投资者的情绪都不是特别的高 股价也承压的特别的厉害 那么在上周五的反弹中 它是反弹了大概10% 9个多点 目前报价是106点 这个报收在106.63这个位置上 那么尽管是出现了这一次的大涨 但是在过去的一年的时间 近一年的时间里边 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走势图 日线的年步走势图 在过去52周的时间里边 累计下挫已经超过了40% 损失非常的惨重 如果你在你去年年初的时候 投资了微软 同时又持有了联邦快递 那么这两只股票 基本上可以抵消 基本上可以抵消 因为下跌幅度40% 上涨60% 基本上是相当的 好吧 所以你是打了个平手 但是如果你仅仅只持有 联邦快递的股票的话 可能就比较的悲惨了 好吧 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 在财报出来之后 周二 美国时间的周二的盘后 那么在亚洲时间应该是周三了 好吗 所以大家要去自习的去关注一下 它财报的状况 好 那么这个就是关于几只股票 关于包括三个大盘股的一些变化 今天晚上看起来 目前由于早间的期指 达到了5%的期指的早盘的 暂停交易的盘面 晚上现在看起来 盘前交易都是大跌 基本上是大跌 我们可以看到 包括谷歌也跌了9个点 包括亚马逊也是跌了 8个点 包括特斯拉更惨 跌了12.55% 这个已经算是非常之惨了 所以大家今天晚上的交易 确实要注意一下 整体市场美股的走势 好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投资有风险 大家还是要告诉大家 入市需谨慎 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 欢迎订阅我的节目 打开小铃铛 点赞评论转发 咱们就下期再见 好 OK